剛剛在一條公路上 然後呢 我就是忍不住的想要下車 因為那裡實在是太美了 然後都沒有人 就直接有一個小水槽 然後上面有寫 TOMASO 然後是這裡產的TOMASO TOM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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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剛剛搭了八次 然後到了那個 陳安越那個地方 然後我知道說 其實那個山還蠻高的 然後風景應該是很漂亮 但其實老實說 我心裡並沒有對那座山抱有太大的期望 可是我覺得人生這件事就是很奇妙 當你覺得心裡已經看過照片 可能有一個image跟想像之後 結果你到了那邊 你把自己真的放入那座山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感動是很不一樣的 其實我到那座山 我們剛剛在一條公路上 然後呢 我就是忍不住的想要下車 因為那裡實在是太美了 然後都沒有人 我不知道 我覺得突然想到是 就是冰島的一個那個電影 就感覺好像是旁邊都沒有人的風景 然後旁邊那整座山就是你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 有時候心裡抱很大的期望 到那裡反而會失望 可是你心裡可能沒有抱那大的期望的時候 你到那裡 你反而會有很多很多的收穫 所以我覺得剛剛去小走了一下 然後感覺到整個新鮮的空氣 雖然真的是蠻冷的 但好處是呢 你搭了巴士回來之後 馬上就可以泡足湯了 然後可以讓你 腳暖暖的 心裡也暖暖的 我覺得收穫是滿滿的 我覺得蠻棒的 這邊真的超可愛的耶 你看在那個平常溫泉在這裡 有一個小水槽 然後上面有寫 然後是這裡採集蠻棒的 然後是這裡採集蠻棒的 然後是一個 一個 一個一百塊 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話 就拿一個蠻棒的 一百塊 就是量型上面很可愛 就是量型上面很可愛 一片 就給你拿一個 一片 四個0 九十一 五十一 四個3